厲害啊!一來就出來了 嘩!哇!哇! 接著有個老婆和兩個女兒等你去山腳 好精彩 好!好!好! 嘩!這次有更多人 有更多人 嘩! Hello!大家好!我是史丹利 那現在呢 今天就是鴻獻了我第一次 第一次這個滑雪 以及第一次學這個Snowboard 溫哥華最主要有幾個滑雪場 其中一個就是Gorse Mountain 一個就是Cypress 現在我身處這個位置就是 Simos Mountain 這個位置就不需要坐纜車上山 所以我們這次又選擇了 來一個位置 開始 今次是我的人生第一次 買了配備 就是一個Snowboard 這個Snowboard 是 那現在呢 我們準備先換了飛 換了飛 好了!現在剛剛就換了個靜 我們準備今天呢 就可以滑雪 應該滑到下午 4點多鐘 我猜 人生的第一次 來啊 這樣打橫 對了 好賤啊 這裡 你這樣會滑下去的 你是不是打直 大哥 我還沒打直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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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片 來了 馬上 我們姐姐叫你求救 嘩 好帥啊 已經跳褲 試一下感覺 去哪個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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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直 有這樣摸 有這樣摸 我叫你喔 我現在在前面 好特別 好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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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摸 再去另一邊 阿溫層 很厲害 哇哇哇 哈哈哈哈 剛才從上面那裡 跌了 十幾次 跌了十幾次就來到這裡 這裡已經是最普通的 路線了 那我真的不知道怎麼練 非常之累 好 等著 哇 這個今天是教我的 因為我是教練 是啊 教我怎麼跌 好 吃飯 是不是在這裡 不知道應該是這裡 好餓啊 好餓啊 兩天就應該大學 學會什麼啊 學會跳 三天就要打斑斗 四天就跳高台 四天就跳高台了 對 沒什麼 哇 幸好哈記帶得好 他演了一下 我第二次下去就已經上路了 謝謝你哈記 好緊要啊 哈記哥 我現在呢 向這個方向呢 滑下去呢 就已經試了三次了 那就 慢慢呢 是會掌握到的 不過呢 我想其實還要多 幾次啦 就是慢慢去掌握到 或者是要 下次再來玩過呢 才會真正超 剛剛呢 就搭呢 這個隧道呢 上回來之後呢 好沒有忍啊 剛才 上了兩次下去 打算練多幾次的 你看看 現在 送啵啵啵 又脫了一顆螺絲 每次都是這樣 我想呢 買二手東西 大家一定要小心點 最重要是看一下 這個底子呢 這隻呢 只有兩顆螺絲 其實呢 一個擺頂呢 應該要有四顆螺絲 相同的 但是完全呢 現在就是 兩顆螺絲之後呢 這次是掉了第二次了 但是我都保持了 剛才滑到一半之後呢 咦 怎麼會鬆鬆的呢 不太對路啊 然後就坐下了 坐下了 結果都要走到山下 沒有辦法了 那現在就迫著 就要等著 孝兒哥 我師傅 拿一支螺絲批來幫幫手 看看夠不夠 但是呢 我想呢 要出去呢 都是需要 重新再 配過一套 這個底 底盤 我不知道 這個buying位 或者整塊要換 或者只要換中間那塊東西 那需要 弄完才可以再玩 我相信 要不然呢 其實都有些危險性 剛才已經鬆鬆地 如果你說衝擊力大的時候 其實很容易扭傷 那所以就 下次呢 買二手東西 就一定要小心一點 好 好 你的股機薄了嗎 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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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精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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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嘩 今次都有 好 再來 我沒有騙你的 我叫你家裡樓梯幾個輪 三樓輪到二樓 有幫助 我先去 我先去 我不是這樣 我不是會自己睡覺嗎 好 SUNNY SUNNY 掌握得到 慢點 慢點 夠一點 夠一點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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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source income 牛 寶寶 海 這裡 買一 幸好Patrick刚才帮我拍摄 全程就是靠它,铺也不用 很厉害 表演了PK PK这个MATN 不是特意的,要PK,是真的 是真的? 是,真PK 那一下才好 哈哈哈 师傅,你是不是怪我 足够了 转面都不行? 什么? 呃,令... 哇! 哇,真是 哇,很厉害啊 你轻功,水上飘来的 哇,差点有,混蛋 哈哈哈 玩到这么晚,死佬 玩到这么晚 那我锁门也是这样 喂,今天我向后就弱点 不过就... 向前就弄了 向前也是跌的 不过就不太稳定 是 那当然要稳定点 那稳定点 稳定点是要练的 是不是? 下次就要跳高台 下次就要跳高台 刚刚就回到这里了 那非常之多谢 那些朋友 幸好有今天坐这个卡扑 所以就不需要自己开车 要不然我真的死了 我今天完全跌得非常之多 非常之累 黑跌都很累 那第一次来说的算是这样 那现在全身都湿了 那里面呢 有出汗 外面呢 就全部都是冰溶了的雪 所以今天来说 都是个经验 感觉上都不错的 那是第一次来说 那就是 最后也算是学到 基本上 如何用板边去压雪 这样 这一种 那这个 基本上这个 那 那最后也算是 就是学懂了 一个基本上的压雪 用一个板边去压雪 慢慢压下压下压下 就可以落到 斜坡的底那里 那总算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希望下一次表现得更多 好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 今次 这个第一次 献出我第一次的分享的话 那你记得点赞 还要按一下小铃 有什么最新的影片 就会直接通知你 记得追踪我的Facebook 和Instagram 就这样 拜拜